我們現在教各位如何拆解DFORCE上面的墮機 也稱為伺服機 伺服機也是一個消耗品 用久了它裡面是塑膠齒輪 然後用久了它會磨損也會故障 這個伺服機在消耗器上面其實只有兩個螺絲固定 一個在這裡 我們先把它轉開 那記得螺絲一定要滑流好 這個螺絲是很短的 然後另外一個螺絲是在下面 我們可以看到它在這櫃子 這個螺絲把它轉鬆 然後呢 可以看到墮機就可以拿起來了 那我們把墮機的線 從後面把它拔起來 這樣墮機連同它的座就拆起來了 那如何 如何更換上面的墮機呢 先跟各位做一個示範 首先呢 把這個上面的 拉桿上面的螺絲把它轉鬆 這是一個十字起 十字的螺絲把它轉鬆拿起來 這個小螺絲要保留好 這樣子呢 這樣子呢 這個白色的拉桿就可以拿起來 那再來呢 我們把它轉到後面來 這後面呢 會隱藏兩樣東西 一個是剛剛的螺絲的螺帽 另外一個是 裡面還有一個小螺絲鎖住墮機 我們拿一根小的六角板鎖 或是任何一個可以推的東西 從這裡伸進去 各位可以看到 螺帽掉出來了 螺帽本來是塞在這個裡面的 另外一個呢 就是 拿一個十字起 從剛剛那個孔 插進去之後呢 把這個螺絲拆起來 同樣的 這是一個小螺絲 不要把它弄丟了 這個時候呢 已經是 沒有任何的螺絲了 所以我們只要把它 轉向向向 下 轉動一下 這樣就可以拿起來了